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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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Moya 那今天呢就跟著我一起去上班 我們去婚禮現場看一下新秘的工作都在幹嘛 那因為工作已經要帶蠻多東西了 所以我就沒有額外帶什麼攝影的器材 今天整天我都是用手機來錄影 好 先看一下我今天工作要帶的東西 就是這一整個化妝箱 然后呢现在天还黑着 早上才大概五点出头左右 然后就已经要出门了 但其实这已经算晚了 因为今天早上新娘化妆的地方 就在离我家没有很远的地方 所以呢我可以提早三十分钟出门就好 外现实的话可能就要更早出门 那这个大概就是西密平常 如果要工作的话 很常都会在这个时间出门上班 今天带我来的是我老公 就是其实平常我工作的时候 都是他带我的 然后他在旁边 他戴着安全帽好像写一半 我已经到新娘家咯 然后因为现在还很早 所以讲话不能太大声 而且呢就算到了也不要乱暗店了 因为街坊一居都还在睡觉 所以我会那个传LINE给新娘 告诉她说我到了再请她开门 然后今天整个拍摄啊 都有经过新娘本人同意 因为毕竟她的婚礼 所以在拍摄之前 我还是有好好的先询问一下人家 好那我就准备上去啰 这个 这个比比看 好 可是这样会不会跟你那个订婚很像 没关系啊 没关系 蛮美的 美完 我自己讲 自己讲喔 是不是觉得蛮美的 自己讲 很好很好 自己讲的 很美啊 很美很美 请请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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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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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就是坐上游览车 因为今天的那个新疆 我们准备游览车 然后让我们可以直接到好远去 参加它的那个试验 然后还蛮贴心的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自己开车 不然平常像这样子 转换场地啊可能都是 我们要自己开车或是 骑摩托车之类的就翻地点 然后呢就是我旁边这个是 我的座椅 我的小帮手 然后它有YouTube频道 我再把它YouTube频道放在下面 然后它有时候就也会 放一些彩妆教学或者是头发教学 大家可以去看它的频道 然后很喜欢它 因为它就是人非常的nice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去它的频道问它 那我们就到会场再见咯 我们现在到金燕会馆了 准备下去再帮新娘物装 好 那就走吧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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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回到新娘休息室 然后呢回到新娘休息室 虽然新娘进场了 可是也还没有休息 因为我要帮她准备下一套的礼服 跟下一套要用的饰品 或者是化妆品 等一下她进来大概在15到20分钟内 才能赶快换装完毕 好那我就开始来工作啰 Zither Harp 刚刚已经送新娘他们到二进了 现在就是一样要回到新娘房 那一样就是进新娘房 旁边有人在唱歌 那我们一样就是回到新娘房 再来准备送客要做的造型 还有送客要做的礼服 像刚刚在换造型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桌子弄一团乱 那也要趁这个时候 就把桌子弄干净 反正就是在下一次新娘来之前呢 都要把所有东西给准备好 这样子才不会等一下新娘进来 这个15到20分钟换装时间 手忙脚乱的 好那我就先来准备啰 那么好了 咱们可以看起来 然后不能承订 来我们下午的小时 要先去谁 就不能说 Zither Harp 现在是四点多 然后我已经下了游览车 要准备回家了 刚刚大概三点多后就送课结束了 然后就从桃圆坐回台北 然后我现在再坐捷运回去 我现在到家门口了 那我们先进家门口了 因为我家的狗一直在叫 然后从出门大概早上五点到现在 现在是下午大概四点四十五分左右吧 大概经过了快十二个小时 那其实今天这样子算是比较快的 因为早上那个新娘家化妆的地方还蛮近的 就离我家其实才几条街的距离而已 然后下午回来的时候 新娘他们又就是有包游览车让我们回来 所以虽然是快十二个小时 但是以新密的工作来讲的话 其实是就没有很长我觉得 那今天这个新密的一天就到这边 我有点想睡觉了 那我可能等一下就去休息 然后再来准备吃晚餐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加我们Facebook和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